大雜貨 好喝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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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欸你們有什麼隊長 隊長 小白 為什麼你們在大雜貨 因為我們跟那個三個跳舞一樣 他們也是很中戲 可是我覺得他們比較適合叫大雜貨 我們比較適合叫烏而之中 對 那我們就期待一下你們今天的表演囉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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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o leave you But you have to tell me it's you So you can get your love But you can do it I want to leave you I want to leave you I want to leave you All right, I want you I want to leave you You cannot leave you You are the dream stage I want you to enjoy receipts And you will enjoy Holding on the stag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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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一下聽 那我們請藍費老師 幫我們講評一下 嗨 大家好 辛苦了 我在這邊講幾點 我覺得如果改善的話 它可能會是 在這個整體表演會加分的 首先因為大家的服裝 沒有一致的關係 就會讓這個舞蹈 已經看起來沒有到那麼整齊了 然後我覺得女生有一個小屁股 就是在這種大家穿不一樣的時候 會希望大家的頭髮 會是綁得比較乾淨俐落 因為大家 我們看來大家已經是穿的 每個人都長不一樣 然後當每個人的頭髮 在跳舞的時候又擋在臉前面 或者是被頭髮影響的時候 那會看起來會是更亂 就是比起 你們動作已經很乾淨整齊了 但是頭髮亂還是會看起來 視覺上是亂的 所以我在這邊可以推薦女生 就是要比賽要表演的時候 可以綁得乾淨一點的頭髮 然後再來就是我看到 問題比較嚴重的就是 剛剛有人直接是跳的 跟大家相反變 就只有一個人跳不一樣的那種 然後再來就是 前面一開始男生有放炮的地方 然後男生放炮的時候 會想要看旁邊的人 好像自己就沒有很確定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你放炮 但是你還是 因為你站在可能站在中間 你可能你的表情 是非常有自信的 那時候觀眾可能會覺得 其實是你跳對 是旁邊的人跳錯 所以如果可以做到這樣子 反正站在中間 不管跳什麼你都對 就是可以多注意這些地方 會更加分 謝謝 謝謝藍妹老師 那我們請大家歡迎分享一下